- 歡迎收看《燦爛時光惠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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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重新編恩 - 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 -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的節目 -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 來讓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 背後的制度、文化、或是所謂的結構性的問題 - 讓我們再看社會運動的這些議題的時候 - 不是只有看到那些衝突的熱鬧面向 - 而能夠更深入到背後的門道去了解 - 我們節目當然也不是只有在談台灣的議題 - 包括香港、包括中國的議題 - 我們有時候也會特別來進行連線 - 來跟大家說明、介紹 - 在香港或中國其他地方所發生的社會運動的議題 - 我想這個禮拜有很多人在台灣的媒體上面 - 大家都會看到有關於所謂的學聯、雙子、黃之鋒等人 - 他們在香港的所謂的遭遇 - 就是他們原本被判刑到大概六個月到八個月 - 當然他們就要極其的路肩服刑 - 也有雨傘運動的關係 - 可是在這個事件我們在關心的同時 - 還有在香港另外一個也是在這個事件 - 在發生前幾天 - 就是有13名的香港的青年 - 他們因為反對香港新界東北的開發案 - 他們衝進了他們的立法會 - 也是台灣立法院 - 原本他們只是背叛勞動服務 - 甚至有些已經開始執行 - 可是政府又上訴改判了他們的必須要入間有幾個月的時間 - 這個案子其實也同樣關注不管是黃之鋒的案子 - 或者是剛剛我們所謂的新界東北13子的這個案子 - 我們都要來做一些相關的討論了 -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我們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香港天主教 - 正義和平委員會的幹事葉寶林 - 博博你好 - 你好管中強 - 台灣的朋友你好 - 博博想要先請教你一個問題 - 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們這個 - 為什麼香港法院會把這個小孩的新界東北13子 - 他們從原本的這個所謂的社會服務勞動服務 - 敢判到必須要去立刻的這個路肩服刑呢 - 首先先要介紹一下香港的法律的制度是什麼樣 -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被檢控之後 - 我們基本上有三層的法院 - 第一個就是裁判處 - 所以在東北的一個案件裡面呢 - 十三個朋友只是純粹的社會服務令 - 一百多個小時而已 - 然後呢第二層就是上訴庭 - 因為呢之前他們的判決之後呢 - 控方就是政府了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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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坐牢 所以现在他们还是 最后我们几个朋友也决定了 继续去上诉到终审法院 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上诉的 但是问题是他们必须要继续坐牢 才可以去进行上诉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情绪 第一就是先要把 之前法官的判词 要把他 因为现在法官 其实他也没有公布他的判词是怎么样 但是每一次是纯粹在法庭里面 去讲出来而已 但是没有一个文字上面的判词 所以必须要要他写出来 那个判词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拿那个判词 才去终审法院里面去做上诉的申请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先入肩服刑 然后再同时上诉 对 那这是一个在香港是一个常态吗 因为我在很多的媒体上面也看到说 其实在香港有一些比较相对比较支持香港政府 比较支持中共的 一般称之为蓝师的人 他们其实也可能被判刑 但是并没有被这个所谓的政府去提起这个上诉 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这几个人是个特例 你说是有关于政府提出的上诉对吗 对 这个不常见的 其实就是唯一就是这两次才出现而已 所以之前其实那个历史并没有很多 所以之前的反过来通常是我们去示威游行的社会运动的参与者 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公民抗命 所以你看本来就是有问题 所以通常提出上诉是我们 市民比较多 但是政府提出要上诉是很少见的 所以其实也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的政治的阴谋 政治的打压吗 肯定是 因为其实之前路透社 其实他也有一个报道就是在说 有一个少市人士就是在政府里面跟他们说 要提出上诉其实是立正师袁国强的意见 后来有记者问他是不是是真的 其实他也没有否认 他某程度上是默认同意这个报道的内容 他说不同的官员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 所以某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他承认这个报道 也承认了他自己去提出要去上诉他们的判刑 黄之锋等人冲进这个公民广场 然后后来引发了这个雨伞运动 我想台湾的朋友相对之下是比较清楚的 不过这个新界东北的开发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议题 那这13个人为什么会冲进去立法院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他们到底要求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好 要先介绍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就是新界东北的开发计划 其实新界东北 其实在香港的市区跟深圳中间的一个比较郊外郊野的地方 广吾的地方 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一些小小的农地等等 但是2030年就越来越多一些畅地破柜厂出现 也是因为原居民就把他们本来的农地把它转成为一个破柜厂的情况 就是一般的工厂之类的地方吗 还是 传续扩柜的地方 就是跨栏的餐厅的地方 所以现在在新界都没有像市区里面这样的开发 但是最近政府就开始去提出 要把这个地方新界的地方要提出要开发 所以我们这几年可以听得到有很多不同的开发计划 比如说蔡云村里面就是因为高铁了 还有新界东北 还有其一阵子就会新界北 还有一些口岸在剁建 其实也是把香港的市区跟深圳的市区 把它中间的比较跨五的地方 把它也城市化 所以对于我们有很多的川民 很多在新界里面去居住的 他们不是原居民的人来说 就是摧毁他们的 蔡迁他们的家园 其实整个开发计划的地方 有很多几十年前已经给开发商 比如说是新世界开发商 恒基等等的开发商 都是香港主要几大的开发商的头头 的企业 他们几十年前 因为香港的农地本来是很便宜 他们大概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就开始在这些地方买了很多农地 就把它宽无 都没有租给别人 就把它或许就把它纯粹 把它没有去怎么去开发 就是在台湾有像囤地 就是先把它买下来 然后把它存在那边 然后再等下这个地价上面去上涨的意思吗 就是 就是囤地了 后来本来政府的意见是把它用政府的钱 把它所有的地方买回来 然后再开发的 但是后来政府改变 就容许开发商一起去开发这些地方 就让那些开发商赚了很多钱 所以其实 但是另外一方面 那个原居民是的地方 原居民的村是不会开发的 但是最主要受影响的是非原居民 他们就会最大的影响 其实他们都都住在哪个地方几十年了 几代人也是住在哪里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身份 所以主要开发要拆迁的地方 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波波可以稍微帮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原居民跟非原居民之间的差别吗 这个真的是很传统的原因 因为原居民也算是香港的原居民 但是最初英国居民的时候来香港 其实他们也没有很理会 境界的发展是怎么样 所以也容许原居民继续在境界里面 但是后来英国的居民地政府 就跟原居民的组织 有一个合约之类吧 所以有一个共识 就在说我们英国政府的送回香港的地方 因为香港呢 就是其实买地是去买那个使用权 不是不是卖那个所有权 对 所以还是容许那些原居民可以他们有限的地方去买那个使用权 其他别的地方都变成政府的地方了 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让他一个特别的权利 就是在说原居民如果你生的是男生的话 男孩子的话都会有一个丁权 我们是一个男丁就可以有资格去建三层的丁屋 三层七百平方尺 平方尺的就是大概是七十平方公尺的房子 所以大家在香港的新界会见到有很多三层小小的房子 其实全都是丁屋 但是问题是那些丁屋是可以转让的 可以卖出去的 现在的一些丁屋就变成了一些城市人希望去住一些地利度豪宅的地方 就现在的差不多平时来说一栋丁屋可以卖这个一千万港币了 大概就是三千多万台币了 就把它变成一个地利度豪宅那样子 所以慢慢你可以见到原居民的男丁 他们可以拥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就是盖丁屋 但是问题是但是女孩子都没有的 还有如果你不是原居民 但是你住在新界都没有这个权利的 但是问题是在其实在香港的 新界里没有这么多的可以盖丁屋的土地 就变成有很多的比较年轻的男丁男生 他其实也不可以盖丁屋 就一直在等 或者是把自己的丁权 他们的权利卖给开发商 那开发商拥有土地之后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屋远 那个屋村就是有几十栋的 什么什么山庄啊 什么什么跨园啊 这个几十栋的地利度豪宅的跨园 也就是说它可以变成是这些原来的原居民 他们拥有这个丁权有丁屋 他们可以再去盖房子或者是把它转让 可是当地的其他的没有这些丁权丁屋的这个居民 他们其实就会受到这个所谓的开发破迁的影响吗 是的 因为这一次开发了这些原居民的村完全没有受影响 他们不会给拆迁 给拆迁的地方纯粹是非原居民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抗争者或是当地的这些非原居民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对很多的香港人来讲 也许开发是一件好事 或者是会觉得说 香港最近这几年人口 或是从中国移过来的人口也变多了 所以香港你看到这个房价越来越高 在中环或是在这个邮件旺那边 其实你要一屋难求 如果去盖其他的地方 不是可以去降低这个房价 或者是让大家有比较多的地方可以住吗 也许有人是这样去思考 如果是这个方向盖这样一种开发案 有什么不好呢 这些人为什么要反对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再跟他讨论这个话题 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原载报新闻 拿着女儿的遗照哭红了双眼 全联福利中心台中一名罗姓员工 5月1号在公司昏迷送移7天后 仍因如内出血过事 家属指控全联是血汗公司 让患有高侠的员工超时工作 还进出忍动库 才会造成员工脑溢血死亡 全年事后更隐瞒超时工作的事实 还更改了出勤的记录 更不愿意提供监视企画面 对此全年紧强调 一切合法也配合调查 台湾便利商店密度全世界第一 而且全年无休 民众生活便利的背后 有一群辛苦上夜班的劳工 医院为了照顾病人也是24小时运作 医生护士也会轮夜班工作 到底上夜班日夜颠倒对健康有没有危害 目前国内缺乏本土的资料 劳动部职安署打算从明年起 强制规定雇主要为长期夜间工作的劳工 包括累积6个月 每天夜间工作超过3个小时 或是一年超过700小时的劳工进行健康检查 估计有167万名劳工受贿 最快今年下半年公告明年实施 雇主如果违反 最高将罚15万元 劳资双方排排座 历经将近7个小时马拉松施的讨论 终于拍板定案 基本工资明年起调高 将从2109元调高到22000元 时薪则从133元调高到140元 大约有207万人受到影响 劳方会前表示 台湾落后南韩很多 要求基本工资应该调到27000元 但最后只调到22k的门槛 对于这样的结果 劳方代表认为虽然不满意 但也只能接受 资方则表达强力的不满 认为这是劳动部长政治性裁决的结果 资方不接受这个结论 这波基本工资的调整 预计明年开始 不过会议结论 还需要行政月核定后才能实施 资方是否会趁机翻盘 还有待观察 欢迎再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在刚刚的大原载报新闻当中呢 其实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是有关于这个全联 这个大型的连锁超市 产生了这个所谓的过劳 而死亡的这个疑虑 我们知道这个全联 其实在广告行销上面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折扣优惠上面 其实是掳获了不少人的心 也会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其实看起来买东西很便宜 或者是说他们的行销很厉害 可是在任何一个光鲜的企业 或者是在这种所谓的大型的连锁商的这个背后 总是会有一群默默这个工作的工人 而这个工人可能是在长期过劳 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之下 造成他身心不只是受害 甚至是身体的死亡 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这个全联的这个案子 那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香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的局势 从礼拜五开始其实香港最近这几天都有游行 包括今天的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 香港也有游行 而在台湾也会在香港的台湾香港办事处当中 会有一群人台湾的民众来去声援香港最近的 这个所谓的压打压 或者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路肩的行动 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跟他从这个新界这个三子 以及包括学联三子的这个这个路肩服刑 来跟他谈到香港的这个土地开发 以及他的政治的状态 今天在跟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叶宝林 波波波波你好 你好 管中强 我们刚刚在上面对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说 这个土地的开发案事实上里面非常涉及到当地的 这个复杂的土地的问题以及历史的纠结 那可是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底下 开发对很多人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期待 特别是香港最近这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那房价越来越高虽然有公屋 可是他恐怕排队都要排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 那开发有什么不好呢 他不是可以去疏解人口 或者是可以让有更多的人他拥有 这个所谓的房子可以去住吗 让香港不就是会往另外一种进步繁荣的方向去迈进 为什么居民要反对 为什么这些抗争者要反对呢 这个也是政府对于香港主流的市民的一些的提出的矛盾 但是其实我们研究之后就发现 其实在整个东北的开发的计划的变值里面 其实只有几个巴仙 大概4-5%是用来盖那些公营的房屋 社区房屋只有4%而已 但是其他别的剩下有几个巴仙 就是私营的房屋 就是私人的房屋而已 但是其实剩下来的超过80% 其实也是说什么是综合发展区啊 或者是内容没有很透明的很清楚的发展区啊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就是政府常常来说 常常说中北发展的开发就是为了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 但是我们从这个发展计划里面的面值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如果用来去监房子的没有很多 那我们就会去跟政府辩论 那好啊 如果只有10%是用来监房屋的话 那就拿10%来去建吧 但是别的超过80%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要建呢 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会觉得政府只是纯粹 拿房屋问题作为合理化 他要开发这个新界东北的原因之一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我们也没有很清楚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 香港政府常常就说香港的土地有不足够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 其实在香港的市区其实有很多地区就是空着 有很多的房子是空着的 很多土地是空着的 或者是有很多地方是以前有很多有钱人去拿来 用来去作为会所 游乐场的地方 俱乐部的地方 但是哪些政府直接收他们是很便宜很便宜的租金 但是没有把它用来去建房子 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你一方面说要解决房屋问题 但是对于有很多空着的土地跟房子 你也没有去主动去把它去解决了 但是去要拆一些非原居民的房子 来说要建新的房子 但是本来就是空着的房子 你就没有把它拿出来用 但是要透过拆别人的房子 一些非原居民的房子来建房子 这其实跟台湾其实是有一点人类似的 就是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的空污 它空污率非常高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不同地方 有大的建案要继续做 或者是在几年前发生的大普事件 明明在新竹科学园区里面 本来就有一些空的这种所谓的房舍 根本就没有用 但是他要去征收新的农地 那这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 哇你明明有些东西是可以去处理的 为什么你还要去征收或者是去欺压 这些相对比较弱势人的这种所谓的土地 甚至生命财产的这种基本的权利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看到不只是地产商的问题 不是所谓地产霸权的问题 香港政府在里面恐怕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吧 香港政府跟这些地产商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或者是怎么样去协助 这个在法律上面政策上面 去协助这个土地的取得 甚至是压制这种反对势力呢 是的所以对于台湾来说 其实跟香港也有这方面的类似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次的案件里面 东北13人他怎么会走到要抗议了 其实也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 其实也差不多已经三年前了 就是在立法会里面要通过 这一个开发计划的拨款 拨款 对所以之前其实川民跟政府官员 已经有很多次对话的机会 但是政府官员完全没有听进去 他们的建议 比如说有很多的另类方案 或者是把川民的情况跟政府去讲 其实政府官员都没有去授纳 还有就是他在计讯期的时候 其实有超过九成的市民反对这一个开发计划 但是最终政府还是把开发计划通过了 所以就有很多川民跟香港市民也是很愤怒 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所以在2014年6月份的时候有好几次的集会 就是为了要抗议一个拨款 拨款 后来整个6月份都有 5月份都已经开始 进座 但是哪一次我是被捕了 对 你也被判了两个礼拜的刑期吗 是的 我现在在等候上诉 然后就是静坐 但是也还是没有听 然后就到6月13号那一天 就他们打算去冲进去的时候呢 就有大批给抓了 就这一次给判决的13人 就是6月13号2014年的时候的集会 哪一天的给抓的 嗯 所以他们在集会的时候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看知道有些报纸还说像 包括有些人就是叫大家要安静啊 然后不要太过冲动 这样子也被判刑 这样也被抓 是的 当然有不同的 不同的具体的情况 其中呢有我们的目标 就是为了去可以和平的 冲进去立法会的大堂里面 当中呢 因为立法会的保安就把那个门关了 所以他们用了一些东西把它拉开那个门 还有另外有一些朋友呢 因为有一些市民他也是很愤怒 他们打算是拿一些铁码 要把那些玻璃啊门口啊 又把它弄破 撞进去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把他们的行为阻止了 其中 黄浩明他是其中一个去阻止那些更暴力行动的人 他也成功阻止了这一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最终都没有很 有一个木门 有一个石门给撞破了 但是玻璃是没有撞破的 他也是主动阻止这一个事情的发生 然后他有一个夸名啊 说是村长嘛 因为等于是阻止 他就说村民不同意 你们用怎么暴力的方式去阻止的 所以他就给那清说他是村长嘛 但其实也反映了他每一次也是为了确保 有一次是一个非暴力的行动 但是其实也有其他 朋友就觉得应该用一些跟暴力的行动 他很努力去阻止 但是很可惜最终 提出要非暴力行动的人给抓了 如果比较更阴谋的讲 也许跟黄浩明后来的参选 或是在社民连里面的一些角色 或许会有一些关联 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议测 那其实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新界东北13子 包括台湾比较熟悉的黄之锋等人 包括他们冲进的所谓的公民 夺回公民广场这个案子 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接连发生的 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 香港的社会的反应是什么呢 两件事情 两件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 刚才东北的是6月13号 然后9月26号 双学就是学年跟学民思潮 就那一次就经过了 一个礼拜的罢课之后 最后一天的集会 他们就鼓励去冲进公民广场 当中其实他们是跨过回栏 他们也没有主动去伤害任何人 但是最后 所以他们最初的原送庭 只是也是判他们 社会服务 也是 对也是肯定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公共的 也是公益的 但是所以判决是一个社会服务令而已 但是同样也是因为政府上诉 然后就是在上诉庭里面呢 就把它判成为坐牢六个月到八个月 八个月 嗯 嗯 对 所以啊 你说在香港的反应呢 哪一天 就是大家也是很愤怒了 就是有几百个市民就特地到法院里面去声援 哪一天的双学三子去判决 我也参与在里面是声援 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也来了 他们都非常非常担心 都哭得很厉害 所有人都哭了 最后的判决 大家也是觉得是很不公平 特别我们留意到就是那个法官的判词 其实我们说就是跟大公报啊 文汇报的社评也是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看一些反对者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了公共的不是为了私利的 他就说要把这些所有的公民抗命的行动 就把它变成为看成为一个暴力的行动 然后就用需要一个组合性的 组下性的判刑来决定 这个是对于因为过去我们非法集结 其实我也有给控告过非法集结 其实那个判刑也没有很重的 最多是几个礼拜而已 但是现在是几个月甚至于超过一年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 一个跟完全是不同的年代的时代 所以有很多市民其实也是很愤怒 那一天晚上的在公民广场外的星期三晚上的集会 也有超过几千人的来了 今天下午也有一个游戏 也是部分党派也有出来了 但是当然大家有很多愤怒 但是怎么去回应 我相信在香港也还是需要讨论 其实也是过去几年也弥漫着一个无力感 但是这个无力感我们怎么去回应新的卫权 甚至于是集权政府呢 这个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反应 就是可以看到包括像陈家上 包括像张廷坚这些导演 也出来某种程度的去反对 或者是去批评的这一次的这个判决 但是我们如果比较再往前面一两年来看 其实你会发现除了这个十三子 或是三子的这些问题之外 这样一种状况之外 其实这一年来 其实有六位立法会的议员 不管他是比较主张所谓的所谓的本土派 所谓的被认为是港独 或另外所谓的自决派等等 但是他就在建制派的另外一面 他们都分别遭到了所谓的DQ 被取消了这个立法会的议员的资格 那同时又看到这样的一个最近的发展 这一连串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主角 甚至是打压了这种状况 你们会害怕吗 你们会觉得还有希望吗 或者是你们该怎么办呢 害怕当然也没有害怕的权利 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选择 我们也没有打算去移民 所以反过来跟人家要想一下 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模式去面对这个威权的政府 所以当然前几年就已经开始在说我们要做一些草根的组织 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去努力去做这些草根的组织 大家也会在说会面临灭党的情况 因为有很多核心的成员都已经去坐牢了 所以这几年其他别的公民团体怎么可以去支持这一些团体了 还是我们也需要去想的东西 的确我们在某个程度上我们看到香港的这个民主的处境 相对过去不要讲说在英国的这个统治的年代 在97之后的这个几年其实那个紧缩的速度跟那个压力是越快越大 那当然在人类的这历史上面你会发现在这个越打压的过程当中 社会还是会找到各种不同的方式生存 甚至会产生一个更反大的反抗力量 我想这也是任何的统治者他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然在台湾这边我们也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支持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化的运动 或者是产生某种的连结 我不知道香港的朋友会对台湾的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或者是说两边之间可以有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 他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的问题 而是包括整个开发主义的问题 从香港的经验可以给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 我觉得台湾跟香港是同一个命运 同一个共同体验 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 中国大陆现在对于特别是亚洲的地区 不论是台湾也好 东南亚也好 他透过他的经济的力量去 作为一个某程度上自治上的控制 我们可以看见比如说是铜锣湾书店的事情 竟然会有成员在泰国给给抓 还有其实现在在台湾也越来越多大陆自助的团体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有 比如说之前劳冠冲来台湾的时候 竟然会有一些人在台湾的机场去攻击他 其实也相信他们的背景跟中国大陆是比较密切 所以现在就变成不是明目仗 就是用比如说用一些经济的方式是收买一些不同的地方的人去进行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目的的行为出现 所以我认为现在整个亚洲地区特别是台湾 特别重要的是怎么不是声援而已 就是怎么去可以在台湾不同的地区可以组织起来 一起去香港跟大陆的政府机关也好 企业也好 去出来 去说香港的事情其实不只是香港的事情 这是同样也是不同的华人地区的面对亚洲面临的情况 所以我非常非常希望台湾的朋友可以想一下可以一起有什么连结 跟可以一起去一起做的事情 OK今天非常谢谢Bobo来接受我们访问了 我想今天晚上在台湾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 台湾有一场的声援行动 不过就像你刚刚说的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声援行动 而应该有更大的这种所谓的讨论跟连结 谢谢Bobo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请教你相关的问题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天空的眼泪 世界上员 是愿自谋 万千走 继续带去梦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